台北東區有40年歷史的知名 江浙菜老店永福樓 因為商區沒落 人潮患民眾消費力大不如前 加上高電租壓力 2019年2月正式歇業 在東區營業16年的知名港 是以茶餐廳唐朝跟著出走 將轉往百貨另起爐灶 當民店相繼退出曾經的黃金商圈 台北市中校東路東區店面 空置率一度高達近13% 在地人好心慌 其實應該在前年開始 已經逐漸不能複合了 像我們早期晚上10點過東區 我那前面公園嘛 都是晚上都冷 上面沒人 在東區開店18年的韓修河 深刻體驗台北東區經濟圈 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 讓商圈再度活絡 上任後 還有很多事要做 聽到明年成的店家 包含屋主 還有我們里內很多房東 有一個討論說 因為面對我們東區空屋力很高 還有里長要怎麼去整合我們的商家 我們可以組成一個協會 然後把所有資源全部拉進協會來共用 對 然後把這些 然後跟政府要的資源進來 然後打造這個社區 直接點名像丁豪明電城的 一個姓梁的房東 他就是以前是租人家60萬 小小今天降到剩35萬 它有大幅度降下來 包含劉媽媽他們也 他們的房租都 甚至幾乎都有降 那巷內的降更多 幅度達到三成了嘛 因為不可能空在那邊 大概在今年二、三月的時候 幾乎這邊空的 將近空了八成左右 然後經過兩、三個月之後 從五月份開始就有 租屋區有許多的新的店家進駐 因為租金的確有降 假如說我們空店面 陸屋區都租滿了 所以降珠是對於整個商圈 是最大活水的 頂好商圈後面這一塊 都沒有所謂的綠色標線能行到 所以在人走進來的時候 它覺得這個路非常繁長 也危險嘛 人車征道 那我們在這半年之後 我們征測非常多的綠色步道之後 相對人就可以走進來 降珠金也讓空店的比例降低 風光一時的銘煉 也卻為東區帶來滿滿人氣 與商業火力 曾經的燒肉名店 現在的成租戶是當地里長 黃金店面成了黎明活動中心 一個人潮沒有 房租也高啦 你看我從十五萬降到八萬 一公十五萬降到八萬 一公我也不要 沒有人啦 過年就沒有租了啦 租不出去啊 然後我看看 剛剛有個機會 我說那你租給我做活動場所 活動中心啦 這樣租金讓台北東區重獲新增 這樣的翻轉革命還在進行 房東和店家已經自動 站在同一陣線 誰也不願因為堅持 而破壞了該有的商業發展進程 畢竟此時該同舟購計 前瞻遠見 而不是為了眼前利益 彼此互相傷害 台北的東區啊 一間可能都要四五十萬起票 但是比較起來這個十幾萬 還是算相對便宜的 就跟四零比較像 就是比較小的店鋪跟攤位 電駐高地關鍵因素 在區域地段 與其說是慣性 不如用商店熱度下結論 像我們這個這邊的租金 一個月就大概十一萬 以之前的商圈屬性而言 其實還可以稍微可以負荷 但是因為其實現在 因為不僅其實有影響到 從2017年開始崛起的娃娃機台 在全台各大夜市洗腦式的擺設 卻也成為一項高度競爭產業 我們會來一中 也是當初看好說 有一中的市場跟人潮 因為一中的商圈 我們認為是近年來 改變幅度比較小的 馬路邊巷弄裡的租金 有明顯落差 空屋率低 造就租金缺乏漲價空間 承租店家擔憂的恐怕不只房租 還有其他變數 蠢蠢欲動正在醞釀 商圈屬性的改變 對我們我們是最害怕的 因為如果它改變的 改變的比例 或者幅度越高 我們所受到的波動 影響力就會更高 房租其實一直都居高不下 攤位的話 這邊的行情 一個大概也要十萬塊上下 稍微大一點點的店面 大概就是二三十萬不等 但是因為這邊的人潮是最密集集中的地方 所以說通常租期快到了半年內 就會開始不斷的有商家預約 可能台中人看這邊的店租一間二三十萬 很高很貴 但是其實相比其他精華的區域 相對還是比較便宜的 因為一樁其實它的腹地沒有說非常大 是一個正方形的逛街的動線 跟縫甲比起來大概還小了三四倍左右 所以說熱鬧的地方就是那一段 固定的消費跟錢草 也都是在那裡 集中在這邊 基本上要降是有難度的 縫甲他們房東 他們都有一個小群組可以互動 就是說誰是租金是多少 誰是租金多少 那以他們這種老店東來講的話 其實他們租金 對他們來講 有時候並不是唯一的選項 可能比較多就是說 他會看你這個店 你這個行業別有沒有未來性 做了久不久 如果他覺得你做了久 租金好談 從路邊攤轉向店面 有了更多收入 相對也要付出一筆電租 穩定客源 這個月的營業額 如果它的租金 大概可以占大概一成五以下 那是可以接受的 一個月的租金 跟我的日營業額相當的話 那也是可以租的 這是我們在兩種評估的方式 之前都是屬於蛋白區 比較周圍的地方 在招租比較多 可能比較偏福星北路 或比較旁邊一點 那這一年 特別是像從去年年中過後開始 在蛋黃區 特別是像 逢甲路跟福星路 這個屬於比較精華低段 它的招租的 出來的比例也滿高的 那有新的店家進來 有可能不熟悉 目前的營業狀況 跟市場的一個變化 可能還存有過去 大家對逢甲商圈的 這樣的一個夢幻的想法 就譬如說 這邊就是好套機 然後就進來 那常常也有兩三個月 就煞魚而歸的 也很多 指標性店链換招牌 往往透露一些 有待解讀的訊息 其實逢甲也很多 就是傳統的老店 吃的 然後突然就 轉型變成娃娃機生意 單純的只是複製 像是娃娃機店這一種的 那可能對他們來講 意願度就是 寧願空在那邊 等一個好的房客 也不願意把這個租金 做一個調整 因為租金會被比較 小子話 人潮不在 活絡商圈 再造商機 商圈有了人氣 才能繼續談未來的事 跟你們兩個分享 我是否也能深屬 那邊 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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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笑